对我不要阻气他的女歌手 30个娘们在一起 嗯有点抓捧的有点抓捧 我以为是来掐的你知道吗 我真的以为是来掐 甜心教主王心灵算是一匹黑马 他是无数人的亲生回忆 但明显不是芒果中医的成团人员 所以在前面王心灵的镜头寥寥无几 这也让周年男爸总们愤外生气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自己的偶像 直接是霸宝热搜控股芒果超梅 不得不说一句有钱真好啊 王心灵虽说将近40 但脸蛋身材宛若少女 在那个年代更是有着 下一个天后蔡依林之称 她的个大多耳熟能详 但因为感情导致事业已落千兆 姐姐也是直面自己来参加浪姐 要知道宁静和娜英都是直信子 看不惯人就得直接说 在看到王心灵的时候 宁静一听到她的台湾甜美嗓音 以为她在刻意嗷人舍 也是毫不留情说 你别在我面前装 你还太嫩了 王心灵下意识回了一句 静姐你高估我了 这话也是娜英惊讶 王心灵的情商也是太高了 宁静嘲讽王心灵 你还太嫩了 王心灵下意识的回答 娜英都被她所征服 看完你觉得王心灵请商高吗 欢迎留言评论